林志颖时隔12年再录台湾综艺,电视台普洪坦张飞亲自迎接。 近些年台湾娱乐圈衰落,连带以往红遍华人圈的综艺也相当不景气,导致大派明星几乎早已绝技,靠一群通告咖称场。 近日,时隔许多年重新发专辑的林志颖在岛内综艺宣传作品,引起全台轰动,电视台甚至为了迎接她的到来铺上红地毯。 林志颖为了宣传新专辑《我的骄傲》,已经参与到内华市、SET等电视台的节目录制,无数媒体分支踏来,小咖明星争相合影。 录制华市综艺的当天,林志颖开着豪华跑车高调现身,等待多时的华市主持人张飞、孙协志以及一众小咖联盟上前迎接。 有工作人员,或者女艺员,地上鲜花和花圈,美女献上相吻,啦啦队表演舞蹈,加上守候的大批粉丝,场面相当热闹。 值得一提的是,华市为了迎接林志颖还在地上铺上红地毯,这正是想必刘德华,周星驰现身也不过如此。 下列图片展示的是当时现场盛况,图片来自吴宗献吧? 相信从这排场大家可以知道,现在台湾综艺节目要出现大排明星的几率该有多么小了,尤其是当场迎接的张飞、奈飞与青之兄,纵横岛内主持接近半个世纪, 台湾大哥级的前辈,却不得不屈尊迎接,可见台湾综艺的窘迫现状。 至于已经12年位在台湾综艺露脸的林志颖,这次出现还是为了宣传新专辑,电视台都给予这样宏大的场面,算是非常有面子。 然而就是这样,张飞还是很感动,称赞林志颖在大陆相当火红,一级通告费不低,却愿给台湾综艺节目机会,相当难得。 一众小咖艺人也是宛如粉丝一般,争相合影留念,开直播,甚至还在社交网站上直呼这辈子无憾。 而在此之前的4月9日,林志颖还参与了吴宗宪主持的XX电视台综艺综艺大人们的录制,借此宣传新专辑。 当时现场虽然没有红毯鲜花,主持人亲盈,但也给予了林志颖的极大面子,社交媒体和电视宣传上下足了功夫。 在录制时间很紧张的情况下,节目组和吴宗宪给了林志颖相当长的宣传时间,不仅在节目内容中给予推广、打磕缓解,更开放文风而来的大批记者提问。 林志颖出道多年,不老的容颜被外界关注,两次录制期间,都被对问怎样保养。 他表示,保持赤子之心,陪三个儿子玩游戏,也是他维持青春的秘方。